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一场男子双打的较量 那么也是本届全国羽毛球冠军赛男双的四分之一决赛 由福建的黄凯翔、张松叶对郭玉晨和郭新娃 这对组合是来自山东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山东的选手郭新娃 99年出生于辽宁省的锦州市 他是在2017年的第13届全运会资格赛当中 当时年仅17岁的郭新娃在南团比赛里 首次对阵林丹 鼓战三局2比1战胜了林丹 那个时候也是广受关注 他和搭档郭玉晨其实也是有一段时间了 包括去年的全国羽毛球锦标赛 两个人也是一起搭档来打男双 本场比赛的发球裁判周东峰先生 准备比赛 准备比赛 今天他们的对手是黄凯翔和张松叶 讲到大家还是要更为熟悉一点 96年出生 那么现在也是打这个混双 包括男双 以前和王一律也是配过一段时间的男双 2017年的羽毛球亚洲锦标赛当中 他曾经搭档王一律是拿过男双的亚军 第一局比赛马上开始 画面上方身穿黑色球衣的是山东选手郭玉晨和郭新娃 画面下方身穿红色球衣的是福建选手黄凯翔和张松叶 黄凯翔和张松叶是两个右手的搭档 郭玉晨和郭新娃是一左一右的搭配 第一局上来由山东选手郭新娃率先发球 双打比赛当中的发接发非常的关键 大家主要都是在前几拍来抢得主动拳 单调一拍 山东队还是率先保持下压 两个人有一个轮转 郭玉晨和郭新娃应该是两个左手的搭档 因为这种两个左手在双打当中还是非常少见的 分一个队长线 分一个队长线 二比一 福建队的黄凯翔发球 透发后场平快球 为队友抢到了进攻的机会 张松叶的这个个子很高啊 所以他在后场的时候还是很有杀伤的火力 四比一 四比一 还是抢发接发 抢得很快 黄凯翔也是抢到了发球之后的第三拍 开局之后呢 现在福建这边是取得五比一的领先 有特别好的机会把球挑给对手 带停顿的一个放网 张松叶的一个收掉 这球是出现了失误 抢 krij了 三表人火 就这么了 看 一 三表人火 快 漂亮 张松叶的杀球 还是非常的有杀伤力 直接杀向两个人中路的结合步 两人又轮转啊 黄凯翔强往 其实刚刚这个张松叶的回球 可能已经是界外了 山东队这边稍微犹豫了一下 把球救了过来 7比3 拖八后场的平快球 挡网连续的平抽挡 哇速度太快了 黄凯翔在进网的这种拿球和组织 还是非常的全面 也是能够去为张松叶在后场 创造一些抢攻的机会 这球接发球 郭欣瓦这边就抢得很快 一直保持向下这个下压的趋势 这个球没有能够过张松叶的顶啊 张松叶这个身高必长 很难去过他的头顶 举拍呢也比较快 空网 黄凯翔在后场杀球 一个挡网 10比4 劈杀对角线 还是杀得很尖的 比分进一步的被跳开 10比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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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八手 5 比10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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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王口的争夺很激烈 直接杀对角线 张松叶在后场啊 这种重杀啊 还是相当的有杀伤力 起跳着 之后投顶区杀对角 让11比5 福建队领先进入到 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1号场地20秒 1号场地20秒 继续比赛 11比5 好 双方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福建选手张松叶发球 主要还是去抢 这个发接发之后的前几拍 发球的是山东队的郭新娃 分一个对角线 还是这种平抽快挡 黄凯翔又是到进房去拿球 两人形成了轮转 轮转回来 还是张松叶后场拿球 再把球调给张松叶 起跳之后杀对角线 再次的得分 现在对于山东队来说 还是尽量要去限制张松叶在后场的这种多次起跳的中杀 让他不能得分那么轻松 福建的黄凯翔发球 头发后场的平快球 发球也是直接得分了 看得出来福建队今天对这场比赛 季战术上准备的还是很充分的 地球有一些幸运分的成分 有点挂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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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分进一步的被跳开 福建的张松叶发球 漂亮 这番还是往前的郭玉成揭发球揭得很好 直接为后场的郭新娃创造了进攻的机会 两个人形成后杀前锋 软档一拍 就是张松叶起跳的杀球杀结合步 想要分一个对角 这球还是出了边线 十六比八 黄凯翔发球 还是去抢发接发 九比十六 翻球 十一比十三 快 转发球 十七比九 千万 放开手 十比十七 好 好 山东队这一阶段 依靠自己的这种往前球的 拿球和控制 接连的追分 追到了十一比十七 双方这一阶段 其实没有形成太多的回合球 主要还是在发接发 这球是判了界外 十八比十一 接发这个 接杀顶得不错 反击一个收掉 再是中杀 后杀前锋 福建队这边 整个进攻的火力 确实要显得更足一些 反而山东队这边呢 杀球就给人感觉有点杀不动 这样福建队的黄凯翔和张松叶是拿到了第一局的据点 放开球 12比20 有个收掉 13比20 拖发后场平快球 贾东多了一个收掉 哎呀 这次的后杀前锋 拿球没有能够拿住 这样第一局黄凯翔和张松叶先下一筹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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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局的一开局 双方的争夺还是非常的激烈 前八分 两队是平分秋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把就接得不错 漂亮 又是后杀前锋 黄凯翔也是轮转到了往前 哇 往前的争夺啊 相当的激烈 这种接杀的不错 分出对角就是造成了对方在轮转上的一个混乱 这是平球快挡不轻易的起球 轮轮转一拍 把球跳给对手 张松叶的一个收掉 出手的这种动作的一致性很高 也是迷惑住了对手 神东队这边站在比较远 两个人都没有能够去救到这个球 六比五 福建 张松叶发球 我把后场平快球 这球在判断上张松叶还是有一点犹豫 来 下来 下来 两人稍微有一点抢 山东队这边 两名小队员还是非常的重视 彼此之间的那种沟通 在场上的每一分之间 都还是在不断的交流 去布置下一个球的战术 发球的是郭玉成 分出对角 反击 这一次张松叶在跑动当中的反击 没有能够打成 球的拍线应该是断了 动机比赛 木鸡桶 还是进网的这种争夺 平快球的争夺 第二局的开局 双方打得非常胶着 8比8 福建张松叶发球 开始抢前几拍 双方都不轻易地起球 这就想要软挡一拍 出现了失误 8 2 10 你8 郭宇晨 他又接得不错 漂亮 跑动当中点杀直线 这样山东队11比8 进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 第二局一上来 山东队这边还是做了非常多的调整 尤其是加强了这种进网球的处理 两个人在往前抢得很快 而且也尽量的不起球 不去给福建队这边 尤其是张松叶在后场拿球去杀球的机会 所以现在福建这边的这种火力 感觉有一点打不出来 一号场地20秒 一号场地20秒 继续比善 11 上方继续回到场地上 还是山东队这边发球 继续的控网 让索叶接攻 平手快挡 漂亮 福建这边的教练也是尽量在提醒 两位球员要加强这种快速球的衔接 前半局在这个环节上 他们确实是比较落于下风 连续的往前的扑压 追回两分 这球还是郭玉成发球 发的时候稍微有一些高了 转挡一拍 11 比11 进入间歇 回来之后 福建队这边是连追三分 把比分追平 这球也是顶过黄海翔的头顶 接发球有些挂了 把球挑起 后杀前锋 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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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比12 拼掉对角线 带停顿的放网 一个重杀 但是杀对角线 软挡一拍 这球分得不错 挑给对手 福建队这边 山东队这边是反击得分 13 12 带 都 14 比12 谢谢大家 十四比十二 山东队暂时领先 这球推出了戒万 还是发的有点短了 发球直接失误 就换到山东队这边 郭新娃来发球 两个人非常重视 在场上的沟通 漂亮 这球接发球接得好 直接扑压一个小对角 这啥不错反击 这球主要张松业在防守的时候 分出来了一个对角线 我们看就是这一拍 顶出对角线顶出机会了 造成对方被动的救球 给了往前去铺球的机会 追平比分 还是平手快挡 双方谁都不轻易的起球 张松业这边把球挑起 但是挑出了街外 画面上方的球场 有一些顺风 所以对球员来说 在画面上方的场地里 去控制底线和边线 要稍微困难一些 两个人有点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刹完之后 这一次黄凯翔 球漏了 但是张松业这边 也没有来得及反应 这次的连续 没有能够跟上 对角线分得不错 漂亮 山东队这边连得三分 在局末阶段把比分跳开 快 快 快 16 比18 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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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掉 扑球 福建队这边也追回两分 再逐渐的去缩小分叉 接下来这一分还是相当的关键了 双方线的分叉也挺有一分 扑球直接杀追身 杀直线的追身 扇农这边也是拿下了很关键的一分 杀黄凯翔这个夜下的位置很难去防守 接发球接得不错 有些挂网 两个人有轮转 张松叶来到往前 把这球拦下来 倒起来 形成反击 球要的角度太大了 这场南双比赛的第二局 打的还是非常的精彩 现在到了局末阶段 每一分都很关键 张松叶这边也是主动的 做出了一个节奏上的调整 控制一下比赛节奏 18比19 福建队发球 这球是在被动当中防守 但是球还是落在了界内 山东队这边判断上还是有失误 这一分价值千金 19比19 还是张松叶来发 后杀前锋 这样福建队这边 把米比分逆转 张松叶和黄凯翔拿到了 本场比赛的赛点 王开祥往前拿球非常的快速 这样第二局比赛 非常的一波三折 最后呢 黄凯翔和张松叶还是逆转了比分 从而以2比0 战胜了山东的郭新娃和郭玉成 那么也进入到了 全国羽毛球冠军赛南双的四强 好 我们也稍时休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